每射出一箭 就往下面扔一个木桶 木桶装着的火药发生剧烈爆炸 而这就是他的进攻方式 先利用爆炸让怪物受到惊吓 趁着他分心之际 再用弓箭进攻 但是对于眼前的庞然巨物来说 弓箭造成的伤害可以忽略不计 男人似乎早就知道了这一点 所以提前就准备了一大批火药和弓箭 打算来上一次持久战 而男人之所以会这么拼 是因为他的身份不简单 由于机缘巧合 他接触到一款完全体感的VR游戏 可以说是低配版的刀剑神域 以排错员的身份 记录游戏内亲身体验 记录游戏里面发生的漏洞 并提交到系统上面 男主在游戏中化名语客 是王之探险者的一员 探险者的职责是调查世间的万物 这与男主的排错任务刚好适合 他凭借着探险者的身份 暗地里调查游戏的漏洞 这次他负责的区域是一处偏僻的村庄 这里鸟语花香 村民们都过着安定祥和的日子 尼可拉是酒馆的一员员工 在村里生活了这么久 每天都是安安稳稳的 然而这种宁静却即将被打破 这天 尼可拉一如往常在村外闲逛 突然间 大地传来一阵晃动 等村民们回过神来 才发现眼前是数十只霍莫伊龙 这种生物生活在深山中 从来都没试过出现在这里 尼可拉高呼一声 大家请放心 龙是很温和的 然而还没等他把话说完 霍莫伊龙就展开了攻击 一时间 村民们四处逃窜 尼可拉哪里见过这种场面 当场就被吓得动弹不得 眼看着霍莫伊龙的大脚即将踩下 一只手忽然抓住了他的脚 并嘱托尼可拉千万别动 对方表示这里是安全区域 不乱动的话绝对没有问题 在尼可拉的紧张祈祷下 巨龙竟然真的后退了 待到安全之后 男主从草丛中爬出来 其实他也非常紧张 甚至还弄伤了尼可拉的腿 男主很是内疚 不过尼可拉却表示小问题 他转头问起男主的性命 可男主却只是有一句没一句地回答着 因为他正在纸上记录着刚刚的事情 就在这时 外面又传来的巨像 男主发现是霍莫伊龙搞出的动静 他貌似在地图上卡住了 见此情形 男主兴奋地拿出纸张记录 而这就是他的日常 发现游戏中的漏洞并记录提交 尼可拉则是这个游戏的NPC 经过村民们的讨论 推断出男主极有可能是探险者 尼可拉得知之后 立即奔向男主的帐篷道谢 他提着提前准备好的食物 却没想到见到了不可思议的事情 男主正拿着整理好的报告 通过排错时传回现实世界 尼可拉非常震惊 眼前知识简直超越了他的认知 男主发现尼可拉后非常慌张 连忙表示刚刚是他眼花了 尼可拉并没有提起刚才的事情 他这次来 一是为了表达谢意 二是有个不情之情 他想问下男主 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 虽说村子里面生活得非常和平 但这种日子也挺无聊的 所以尼可拉很向往外面的世界 然而就在两人谈话间 男主突然大喊不妙 由于聊得太过投入 他竟忘记了一件大事 男主催促尼可拉赶紧回村 并叫大家到高处避难 因为今天会有一条龙袭击村子 尼可拉对此深信不疑 第一时间招呼村民们进行逃离 可男主说的一样 果然有一条巨龙进入村庄 就在村民们不知所措时 男主的身影突然挡在前方 在他背后处 则是密密麻麻的武器 他似乎早就知道了这次的战斗 并为此做好了全副武装 男主弯弓搭剑 精准地射在了霍墨伊龙身上 随后他搬起一个木桶 艰难地将它扔到下方 火药爆发冲天巨响 而男主也趁着这个时机 弯弓搭剑射击一气呵成 按照这个套路 男主每射出一箭 就会往下方扔一个火药桶 但是对于巨龙来说 造成的伤害就好似刮沙 男主做好了持久战的准备 虽然他的身姿并不潇洒 可他却是为了整个村子而战 战斗持续了一天一夜 可问题却在这时来了 虽然巨龙已经被耗到残血 可身后的火药桶却越来越远了 按照现在的节奏 巨龙很快就会接近 眼看着巨龙缓缓袭来 村民们都动手了 他们团结一致 帮男主把火药桶运输过来 就这样 在整个村子的合力之下 巨龙的血条终于清零 尼可拉扑向男主身上 他很担心与赫会受伤 而男主却对身上的伤口不以为意 只是一遍又一遍地检查 尼可拉是否安全 孤身对抗巨龙的这一幕 给尼可拉留下了不肯磨灭的印象 他觉得村子里的生活虽然很好 但是不能就这样得过且过的度遇 他想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有足够的能力来解决 于是尼可拉发出跟随请求 祈求男主将他带在身边 然而他并没有发现 男主的脸色已经变了 也就在这时 尼可拉的身上冒出大量白烟 下一秒 白烟变成熊熊烈火 无情地焚烧着尼可拉的身体 男主见到这一幕 心好像裂开了 他疯狂地道着歉 其实男主早就认识尼可拉了 这次回来这里 就是想尝试将他的性命保住 可这是注定失败的任务 即便他将巨龙杀了 村民们还是逃不过团灭的结局 男主的真正任务 是确定村子是否会在任何条件下 都会被完全消灭 在这么多次的任务中 他一次次看着尼可拉死去 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 都不能避免这个结局 回想刚当排错员的时候 男主陪着几名伙伴一起进入游戏 一开始 大家都还是十分激情 可随着时间的流逝 伙伴们感觉越来越没时间感 甚至利用管理员权限各种作弊 在一个偶然中 男主发现游戏的灯出键没了 持续到现在 他们已经被困一年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 只有胆小和死脑筋的他还没死 队友们都离奇失踪 但是男主却坚信着 只要自己踏踏实实工作 持续汇报漏洞 有一天就能离开这里 就在男主陷入回忆时 他突然听到门外有动静 开门一看 男主直接呆着 因为眼前之人 正是死去的尼可拉 游戏Bug测试员的生活有多逆甜 金发男把世界中强大的 吸血鬼族群抓起来实验 挥甲男更是离谱 把一大群女NPC当作柔软大床 只因他们手中有除错权限 在游戏里开启后相当于无敌模式 回不到现实世界的 他们破罐子破摔 过上了皇帝一般的生活 男主所在的村子 不断地在轮回中消失 本因死去的村中少女尼可拉 却因为知的游戏Bug活了下来 看着尼可拉纯真向往冒险的样子 男主没有把村子的残酷事实告知于他 为了上报各地的异常状况 下一站将要前往贝尔城峡内的阿丹镇 尼可拉第一次见到如此繁华的市场 他转头看向男主 却发现男主正走向镇子的边墙 贴近之后 用脸和身体不断地摩擦墙壁 原来这是男主查找Bug的一种方式 一般的墙壁中很有可能存在缝隙 镇子里的居民看着奇怪的两人 露出了看大傻子一样的表情 等到太阳落山 两人才绕着城镇检查完了一圈 男主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和同伴 一边聊天一边工作了 其实他的内心也会觉得孤单 这让他对尼可拉产生了小小的依赖 他决定暂时不把尼可拉复活这个Bug上报 突然两个男人出现在尼可拉的身后 为首的金发男人不由分说地给男主来了一把 看见他背后的除错石板 男主才恍然大悟 原来两人是同行 他们都是游戏Bug测试员 只不过金发男人属于破罐子破摔 在游戏里利用全线屠杀PC的内容 男主释放了巨大的烟雾 带着尼可拉快速逃跑 金发男人看着男主帐篷里无比细致的错误报告 不懈一步地踩了上去 在他们看来这根本是无用功 因为他们已经回不到现实世界了 男主与尼可拉躲在了一个废弃的仓库内 他已经做好了躲避几个月的打算 可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金发男人居然如此没有职业素援 他们利用除错管理权限 穿透石墙进入到仓库中 这让男主无比愤怒 按照规定 测试员只有在必要时刻才能使用除错模式 可两人大笑起来 他们没想到男主竟然是个如此认真的蠢蛋 在他们看来 既然无法回归现实 不如在游戏里快活 他们诚挚地邀请男主加入到自己的阵营中去 这个阵营的测试员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 一边摸索除错模式的用法 一边快活 男主不理解为什么他们都不履行自己的除错职责 他认为只要能解决持续回报的罢队 就能重回现实 但就在不久前 一群和男主说着同样话的团体 还在持续推进剧情 最终也无疾而终 不履行除错测试员的职责 现在也不会被追究责任 何况回到现实继续没有梦想 得过且过的生活和慢性自杀也没什么区别 因此他们已经想通 舍弃所谓的自尊后 游戏里的生活简直不要太爽 就比如说 他们的社长正在挑战 用城镇的塔尖能刺死多少NPC 而他本人 则是在实验中折磨吸血鬼 盔甲男更离谱 他居然把女NPC当床睡 这些诱惑居然还无法招揽男主 盔甲男不装了 向男主发动了冲击 对方使用了除错模式 男主根本毫无胜算 他只好再度释放烟雾弹逃跑 但盔甲男却直接飞了过来 他正在享受这一场一边倒的兽量 把男主两人逼入死胡同后 他开启了二法充能状态 被两人分散躲开 盔甲男本想先解决最弱的妮可怕 却被利用霸格 躲在墙壁内的男主偷到了除措施 失去管理员权限后 盔甲男静止摔了下去 原来这里是游戏内未建模的区域 盔甲男很可能因此在下坠中不断循环 直到霸格解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